死后由陈诗一剑,以其致诚感动魏陵宫,寻先须宫顺,冒通妙,清世,饮瓜半指矫正,本为矫正竹目写许的工具,柔取教饮,正方称瓜,意义忧郁不乐貌, 徐伯玉春秋时魏伯仁,是一位求敬慎些,并善于改过的贤大夫,屈侯父战伯仁,其生平不强,白话若寻着道义来做事,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 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父母讨厌自己,则借甚恐惧不惹父母生气。 既然如此,那么无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是说君王清静自己,就礼静而恭顺,君王疏远自己,就恭敬而无愿。 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君王清静还是疏远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忠诚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空腹子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苛求别人,有才德而被废致不用,却能不欲欲寡欢。 这就是贤人徐国欲的德行,既然如此,那么无论被举用还是被废致,对于自己要德行善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虚侯父说是否贤得很容易辨别,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财富,发达时举荐什么样的人,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 既然如此,那么无论穷困与发达,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清静或是疏远,还是自己人生衰败性旺,或是雄困发达,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 既实物君子不与人之谋则意义,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有也。 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寿也。 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 能必性,而不能必见性也。 君子非然者,不忽之于词,而失之于行。 不非非者行事,而恶恶者行善,而道欲矣。 卷三十一欲子注视之谋欲子通行本作谋之。 见受,被接纳,被接受。 入接受采纳。 人欲子通行本作人。 财化君子不为人出谋划策则意。 如果为人谋划,就一定会依循道义。 所以君子的谋划,一定能做到尊从道义。 但不一定会被人接受。 一定能做到尊重无私。 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 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期。 但不一定会被人相信。 君子指正他人,不表露于言辞,而是体现于行动。 所以要指出事情错误,就自己去把正确的做出来。 厌恶恶恶行,就自己努力行善,来于衣补救和干化。 这样一来,道理自然就彰显了。 九十六项曰,地中生,木。 生,君子以圣德,积小义成高大。 卷义周义注释,慎尊寻一顺。 白话相传说,树木生于一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 君子因此尊寻道德,从积累小善做起。 以至成就高尚的德行。 九十七地者贵其德也。 王者尚其义也。 霸者破破作通于礼也。 道侠,然后认治,德国,然后认刑,明浅,然后认查。 卷三十五文字白话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 称君主为王室,崇尚其正义。 称君主为大则是因为他通小势力。 道德天侠了才凭借制谋,恩德无后了才凭借刑罚。 圣明不足了才凭借喝茶。 凭借制谋刑罚喝茶,会开生不同的弊端。 又十八天,又十底又才,能与人共之,者,人也。 人之所在,天下归之。 面人之死,也人之难救人之,患迹人之,疾者,得也。 得之所在,天下归之。 女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一也。 一之所在,天下归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的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卷三十一六,涛白话篇,有四十必有财富。 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人爱。 实施人爱者,天下人就恢复他。 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接济人民的疲虚。 这些就是恩德。 旺施恩德者,天下人就恢复他。 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 见秦道义者,天下人就恢复他。 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 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道。 有道者,天下人就恢复他。 九十九,文王问太公曰天圣之道,可得文乎太公曰义圣御则昌,御圣义则王,敬圣带则即,带圣敬则灭。 不义圣带者,王,带圣敬者,王。 卷三十一六超注释,带句贤文之译,词带字以当作语,以文暗语字翻译。 白话文王问太公先世的圣人,知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答道义胜过思语,国家就会昌圣,思语胜过道义。 国家就会衰亡。 敬圣胜过怠慢,则诸是吉祥。 怠慢胜过敬圣,则工业毁灭。 所以道义胜过思语者,可依统治国家。 怠慢胜过敬圣者,就会灭亡。 一灵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卷四十三说愿白话道德仁义落实之后,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 一灵一,有道一理之,法虽少足以治矣,无道以灵之,宁虽众足以乱矣。 卷三十五文字诸是理治理,灵间是天灵。 银母为统治治理,命正令。 白话遵循道来治理天下,法规虽少,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 不遵循道来统治天下,命令虽然众多,却只能使天下混乱。 一灵二天反食为灾,寒数一节。 地反物为优,群物施性。 明反德为乱,乱则要灾生。 卷五,春秋,佐世,转,钟白话上天,不按四时运行,就会发生灾害。 大地违反,万物常性,就会发生妖异。 人民违反德意,就生出祸乱。 有了祸乱,就会发生灾害,和怪异。 二孝体一零三夫孝敬仁义,拜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 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相当众之。 此情成于,内,明注于外者矣。 卷二十六位治下注视相当同相相亲。 白话孝敬仁义,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 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能孝敬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 有人义,则会受到相亲们的尊重。 这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好的名声,就会献羊在外了。 一零四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一线父母。 卷二十六位治下注视宝身真喜身躯。 全行品性完美无缺。 白话为人子之道,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性。 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得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了。 一零五增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倾处,以其饮食中养之。 父母之所爱以爱之,父母之所敬以敬之。 卷七里记住室中养至尽心,曾经奉养父母。 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 白话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 竟被理了以使父母的耳目逾越。 要使父母的清除起居安逝,对于饮食各方面,都要尽心仔细地照料和侍奉。 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 一零六人之事听也,不去乎父母之策,不倦乎劳辱之事。 为父母之所言也,为父母之所欲也。 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请。 于其之不饱,则不能食。 孜孜为此,依媒其身。 卷四十五昌颜注释劳辱有劳苦。 一指劳苦之事。 同餐。孜孜情面,不切待。 白话人自事奉双清,不离开父母的身旁。 不厌烦劳苦之事。 公公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 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力侍奉。 父母身体不安,自己就无法安睡。 父母没吃饱,自己就无法进食。 情面,不切于此。 终身不改。 一零七吏已将其吏,竟已入其中。 诗,言俗心夜魅无天天。 卫儿所生。 不耻其心,君子之笑也。 卷。 卷,三十五。 增子注释心起身。 天羞入。 白话尊赵礼仪来尽力侍奉父母。 要把公敬融入尽小的真诚心里。 诗经,小雅小愿说。 造起晚睡情分不屑。 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 说的是孝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 不让父母蒙受羞恥。 这是君子的孝。 一零八增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清阳明。 则闻命已。 但问子从父之命。 可谓孝乎子曰。 是何言语? 是何言语? 是何言语其者? 天子有争争争。 臣七人, 虽无道, 不失其天下。 七人者, 为大师, 为大师, 大宝, 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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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妇, 幼, 以前一寇, 成。 为痴王者, 师不为代。 诸侯有征臣五人, 虽无道, 不失其国。 代夫有征臣三人, 虽无道, 不失其家。 尊卑父善, 未闻其官。 是有征有, 则身不离于令、明。 令、善也。 是卑无臣, 不以贤有助义。 父有征子, 则身不欠于不义。 不当, 不义则争之。 从父之命。 有焉得为孝乎为取从父命, 善亦从善, 恶亦从恶, 而心有影。 其得为孝乎眷旧, 孝今著世安清使父母安宁, 孝养父母, 争空争, 争见威劝, 令善美好。 白话曾此说 关于慈爱公敬安清扬您的道理。 学生, 已经听您讲过了。 请问为人字的一切, 都听从父母的命令。 可以说是孝妈孔子说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在古诗后, 天子有七位直言见争之臣。 即便天子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天下。 诸侯有五位直言见争之臣。 即便诸侯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国。 诸侯有三位直言见争之臣。 即便大夫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家。 诸人若有直言规券的朋友, 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 如果父母又以道义劝谏自己改过的儿女, 自身就不会陷于不义。 所以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 应当要劝谏。 一位盲从父母的号令, 怎么能够称为孝, 那一零九夫兄弟者。 左右手也。 替人将斗而断其右手。 而曰我必胜。 若是这可乎夫妻兄弟而不清, 天下其赎清之卷, 二十五位置上白话兄弟之间就向人的左右手。 比如有人将要打斗时, 却看断自己的右手。 反而说我一定能取胜。 像这样可能吗? 抛弃亲兄弟而不清静。 天下人还有谁可以清静呢? 三人以一一零所谓人者, 爱人者也。 爱人,父母之行也。 为您父母, 故能清天下之力也。 所谓已者, 能变物理者也。 物的灵, 故能除天下之态也。 清力除态者, 则贤人之夜也。 卷物实原子正输入是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 白话所谓人,就是爱人。 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性。 能像父母一样爱库人名, 所以能清扮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 所谓已, 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 做事可情可理, 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 清力除态, 是贤人的事也。 一一一, 凡人所以贵于情受者, 一有人爱, 知相敬事也。 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白话人, 必情受可贵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人爱之心, 知道互相尊敬对待。 一一二, 人者行之, 宗者义之主也。 人不宜久, 终不忘君, 行之高者也。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白话人后是德平的根本。 忠诚是道义的要素。 人后的人不会以弃书远不久。 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 这是高尚的品性。 一一三周, 家中后, 人及草木, 故能内木于久族, 外尊是黄狗, 鸡鸡鸡鸡。 老起颜, 亦成其符鹿, 焉。 郑三毛施柱是黄狗之年老的人。 狗, 老年人。 祈祈求请求。 白话周是王族中后治国。 人爱燕及草木。 所以对内能使族和木。 对外能尊敬老人。 公敬公养老人并需心请求。 所以才积累了绵长的福报。 一一四, 圣人知于天下也。 所以我会想到这些层牙前的方便。